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要和王轩单独说几句话 徐姑姑只好离开 但她放心不下 便在门外偷听着 萧綦问王轩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自己 王轩不明所以 萧綦也不再绕弯子 问王轩为什么要背着自己去和贺兰真相见 王轩有些生气 觉得萧綦暗中在监视自己 萧綦否认了 王轩说了理由 但萧綦却不肯接受 还问王轩是不是为了救王倩什么都可以做 王轩也有些生气 说自己是王氏家族的一员 还说萧綦从小截然一身 不会懂家族的意义 这话刺伤了萧綦 她冷着脸离开了 可谁知王倩得知萧綦和王轩有矛盾后 早早地在萧綦必经之路上勾引萧綦 而萧綦却不为所动 没有上当 王倩见勾引不成 恼羞成怒地回去了 王倩母亲薛逝也不气馁 安慰了王倩一番 说过两年 王轩人老色衰 王倩再给萧綦生个印伴侣 肯定会让萧綦高兴 萧綦拒绝王倩后 一个人在房中拿了剑磨了起来 宫中 谢婉如从噩梦中惊醒 她总是梦到有人要害她和孩子 子龙心疼地抱住谢婉如 十分急躁地叫人喊太医来把麦 太医把完麦后 说谢婉如胎相不稳 虽然现在已经稳住 但后面的日子谢婉如只能静养 不能再有劳心之事 谢婉如胎相不稳的事情传到太后那里 太后半信半疑 怀疑谢婉如是要借腹中龙胎 向自己示威 谢婉如还找了人解梦 得知此梦大兄 便十分胆战心惊 又觉得梦中的人是萧綦 一心觉得是萧綦要害自己 第二天的朝堂上 子龙当众宣兆 封赏了王宿和宋怀恩 王宿被封为江夏王 且正是成为王室一族的家主 子龙任命两人前去治理江南水患 并说要拨五百万两黄金 从源头治理江南水患 朝臣们议论纷纷 现在国库空虚 且江南水患已经有百年之久 百姓深受其苦 有些担心两人的能力 但王宿和宋怀恩没有推辞 接下了这份差事 苏锦儿从那日回府后便病到了 整日在房中不出门 他为了不再和王宣去见贺兰珍 便故意不吃药 王宣带着徐姑姑和阿月去慈安寺 打算和王宿见面 中途徐姑姑说起 是管家把贺兰珍的事情告诉了萧綦 王宣这才相信 萧綦并没有监视自己 徐姑姑想要劝说王宣不要再管这件事 但王宣却十分坚持 不想半途而废 到了慈安寺 王宣把当年王宿写的治水册还给了他 王宿有些感慨 他将治水册放到一边 说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志气勃发的少年了 王宣有些不懂王宿的意思 问他是不是想要子龙收回成命 王宣不是只俄过个物王宿how吗 王宣叞咒 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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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宣